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辣椒主车追见 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 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 今天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 英管卡迪夫城对战斯勒姆 评论区留言你们看好的比赛 卡迪夫城我允许很高哟 主队卡迪夫城近期联赛中取得三连胜 状态更加士气争望 近几轮也展现出了强烈的升级欲望 感赛季球队获得73个积分 排名积分榜第五五的位置 顺利拿下了近几英超复单赛的资格 客队夫勒姆近七轮联赛保持不败 而且掌握其中五胜 球队表现相当稳定 队伍防守稳健 联赛结束后排在第四的位置 上轮烟红排平赛的哈里森·里德 本场将复出 桥队中场后多加强 而相比赛开出主队让平凡逼水 对主队支持力度相当有限 两队竞技的状态都好像不错 战衣自然无庸置疑 特别夫勒姆历史交通成绩 在心理上稍短优势 小辣椒认为 夫勒姆是首队客场 带走一场平局哟 本场推荐 夫勒姆加林 想要过几其他下事推荐吗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体力财经 或者微博搜索 辣椒足迟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